在一个高通胀的环境之下 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今日财经点评 那今天呢是5月14号星期五 那讲到新闻消息 本周毫无疑问最大的财经讯息 便是周三晚上美国所公布出的最新通货膨胀数据 那关于具体的数字 我不再赘述 今天与大家简单分享两点 那第一点呢 也是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讲到的 那就是不论是大宗商品原材料 还是物流跟文工成本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 因为各种原因都出现了走高的情况 那因为这一切价格的上涨 最终反映在数据之上 也会是一个必然事件 那第二点是 这次4月份的数据之所以超过4% 除去第一点当中所列出的原因之外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去年4月份时 疫情大爆发而导致的特殊情况与环境 那讲到此两点 主要是想使用最简单直白的话去做解释与说明 那不要解释 不要说明 也不要逻辑 只是想要观点与结论 好的 那也没有问题 那在经济学当中 通货膨胀被分为三类 其中之一呢 是资产通胀 而在过去的100年时间 以美国为例 通货膨胀膨胀的情况 前后一共发生过三次 对于接下来的10年时间 通货膨胀将会高于过去的10年 而在这样一个相对的高通胀环境之下 如果拥有更多的资产 那相对来说便会愈加的有利 这时可能会有朋友讲说 不论何时拥有资产都是有利的 那这话呢 我觉得是认同的 但也正如我刚刚所言 如果之前拥有资产 可以称得上是有利 那接下来的大环境 毫无疑问将会更加有利 讲的更直白的说法是 上世纪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 在各种因素作用之下 贫富差距开始明显的拉大 那而拉大的速度 如果是使用音 声音的速度的话 那接下来的10年 跟非常冷冰冰的现实 在高通胀环境之下 贫富差距将会使用 超音速的速度 那而关于这一点 我的朋友也是有同样的认识 那我还记得去年我朋友对我讲说 对于在当前的环境之下 他是为他的孩子而感到抱歉的 那之所以与大家分享以上的观点 我绝对没有任何贩卖交易的意思 那上面这一部分的内容 可能太过于书面化 那这一部分呢 我尽量使用更加实际操作的话语 那对于我们很多投资者的朋友而言 在这样的宏观环境之下 我最直白的建议就是 大家尽量将自己所持有的现金 置换成为优质的资产 而对我们很多朋友来说 最常见的资产 毫无疑问便是房产与股票 而在两者之间 我分享更为擅长的股票观点 在当前宏观之下 矿业股毫无疑问 将会是我们投资者的必备之选 而关于这一点 从去年已经开始在做表达 除了矿业之外 那在我们众多板块当中 医疗板块同样会是优秀的选择 而因为讲到了股票的选择与配置 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 因为我们每一位朋友的情况不一样 因为我们的目标不一样 是非常难有一支 适合所有朋友进行买入的股票的 那如果说成长 是会是我们追求高收益回报的中产阶级 朋友们合适的选择的话 那稳中求进将会是我们资源相对较为丰富 朋友们的合适对象 对于接下来几年的 几年时间的行情 我脑海中会有一个大概的展望与蓝图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心想事成 我是GoMarket Style 我们下期节目见 股票外汇想买就买 石油黄金一忙打进 不懂英文不是问题 GoMarket在线交易首选券商